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鄧慎懷老師 這部影片要帶大家看的是 英式分解的十字教程 首先先讓我們來看一下 溫固自信的部分 十字教程是英式分解裡面的一個做法 英式分解其實也是很多同學的軟肋 就是你會想說到底要怎麼分解 為什麼我都看不出來 所以老師就先慢慢的教 我們先回顧一下 我們在做乘法的時候 這個直式到底是怎麼乘開來的 然後我們再從這個乘的過程中去想說 我要怎麼把它拆開來 所以我們先來看幾個例子 首先先看這三個例子 第一個x加2去乘上x加3 我們想一下做直式乘法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把這個3先往上乘 變成3x加6 對不對 往上乘嘛 那再來呢 x再往上乘變成2x還有x平方 好這邊要注意囉 你看 我們怎麼把它加起來 這個6是不是直接往下擺 x平方也往下擺 3x加2x 是不是變5x 有觀察到嗎 好再一次喔 x減2跟x加3 相乘 好所以你看 這個正3往上 是不是3x減6 好注意這個6喔 這個負6怎麼來的 是不是3去乘上負2來的 好再來x往上乘變 減2x跟x平方 好那加起來的時候呢 特別注意這個負6是不是直接往下擺 x平方就是x乘x來的 是不是也往下擺 就中間的部分 3x去減掉2x 所以剩下 加一個x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知道乘完之後是 x平方加x減6 好再一次喔 2x加3 x加4 好直式相乘 4往上乘 好這個時候變8x加12 你看這個12是不是就是4乘3來的 對不對 好那再來x往上乘 所以2x平方加3x 那你看這個2x平方就是前面的這裡 所以2x跟x相乘得到的嘛 就只有他們兩個相乘會得到最前面的那一項 那3跟4相乘就是最後面常數這一項對不對 那中間的話呢我8x加3x 所以會得到2x平方加11x再加12 好所以到底英式分解我們在做十字交乘的時候到底要怎麼做呢 好我們想一下喔 比如說這兩個例子 左邊這個例子呢是x平方減4x減4 那右邊這個是2x平方減7x加3對不對 好我們就想一下喔 我們等一下在乘的時候把它一個2的變成兩個一次相乘 對吧再一次 一個2次的把它變成兩個一次的相乘 好你思考一下 我們要怎麼去猜呢 猜測的猜 我要怎麼去猜呢 這就有一點數學素養進來了 你不是亂猜的喔 我們是有一個方向在猜的 好這個十字交乘的想法是這樣 你看喔 前面呢我們先看左邊那個例子 前面呢x平方一定是x乘x對不對 好那後面的部分負12我們可不可以看成是負4乘上正3 當然你也可以4乘負3對不對 好我們就湊湊看嘛 如果是負4乘上3變成負12 那等一下在相乘的時候你是不是要交叉 對不對 3要往上乘x要往上乘 那這個時候3x跟減4x 這樣是不是變成負x 那跟我的題目就不一樣啦對不對 好所以這樣看起來就不太對 好那我們再湊別的呢 比如說你還可以看成6乘2啊 1乘以12對不對好就慢慢的試慢慢的試 好我們再試一個負6乘以2看看 好這個時候你看喔 剛剛這個已經失敗了嘛 好如果負6跟2的這個組合你看一下 x配上正2 負6配上x這樣會是多少 好思考一下 是不是就剛好 負6x加2x是不是負4x 這樣就寫出來了有沒有 好我們再試一次喔 你看右邊這一個 前面的2x平方可以看成是2x乘以x 那後面的這個3呢 為什麼老師寫正正或負負 因為你可以看成是負3乘負1 當然也可以看成是3乘以1對不對 還有1乘以3啊 好那如果負3乘以負1 好抽抽看來 負1乘上這個2x 是不是變成負2x 那負3配到下面的那個x 是不是負3x 那這樣只有多少 負2 減3 是不是負5 可是我這個要負7啊 所以很明顯這一組不對 好那如果反過來呢 剛剛那個例子呢是換一個數字對不對 你看左邊那個例子我們是 4跟3的組合不對 老師換了6跟2 那這一次你看 負3跟負1不對 但我把它換成負1跟負3 好試試看喔 這樣子的話呢 你看這樣是不是負6x 這樣是不是負x 剛好就負7x有沒有 所以你看成完之後 這樣就是我們的答案 好這邊老師要給大家一個小技巧 你思考一下 你會問說老師 這裡是正3啊 你為什麼沒有想要1乘以3呢 對不對 1乘以3 好因為前面是2x跟x 如果我再放兩個正數 這樣不管怎麼乘怎麼加 是不是都還是正數 但這裡是負7耶 對不對 所以這樣就不可能是兩個正的相乘 所以這個時候你一定是兩個負的相乘 好那至於是負3配負1 還是負1配負3 那這個就要 讓各位的練習 那你有一點經驗之後 你就會知道怎麼樣4 會最快達到結果 好那這邊 這邊抄下來的時候 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喔 你看 2x減1 你就抄這裡 有沒有2x減1 那x減3就抄在這邊 x減3 OK 好 接下來我們來試一個例子 他說8x平方 減10x加2的英式 所以我們必須把它拆開來對不對 好我們來做一下 你看 前面呢 2x加2 4x加1 這樣是不是就是2乘以1等於2 然後2x乘以4x是8x平方對不對 好 但是這個時候你十字教程你看 就是老師剛剛講的啦 有沒有 你1配上2 這樣是正2x 2配上4x這樣是不是8x 不管怎麼弄都不會是題目的負10x 不可能是負的對不對 好所以這個應該是失敗的 你看2加8不等於負10 好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把它改成2x減2 跟4x減1 好 這次很幸運 好一湊就大概有10這個數字出來 只是正負號不對 所以我們修正一下就好了 你看 好這個時候呢 2x乘-1是不是負2x 然後負2乘這樣 4x是不是負8 所以這樣就是負10了 好所以代表 我們可以把8x平方減10x加2 把它分解成2x減2 再乘上4x減1 好所以我們就知道 答案是2x減2 好那這邊呢 老師寫了一個要驗算並回顧答案的合理性 其實就是在寫這個部分 好每次我們在猜測在意測的時候 你會透過尾巴的這個常數去猜2是2乘以1或1乘以2對不對 那前面的8x平方是2x乘上4x 也有可能是x乘8x啊對不對 好我們猜猜猜猜猜 那最後你都要做一個驗算的動作 好在這個地方再自己稍微乘乘看 看有沒有符合變成題目的8x平方減10x加2 好就是最後老師寫的這個步驟 好那到這裡為止我們就知道答案是A選項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個進階題 好同學會問說老師 這題太難了怎麼x7次方x6次方x5次方 這樣我怎麼會知道答案是什麼 這跟剛剛講的都不一樣對不對 好但是不要緊張你看喔 22x7次x6次x5次 如果我們把x5次方提出來會怎麼樣 你看這個橘色的x5次方提出來之後 是不是就變成22倍的x平方 減83x再加21 這個花號的部分是不是就你會做的 我們可以把它音式分解嘛對不對 好試試看 十字交成試試看 好你先可以按個暫停 自己試試看 21你會想要怎麼猜 3721對不對 好3乘7或7乘3嘛 那前面 22x平方可能2配11啊 1配22啊對不對 好你先自己試試看 好再來聽老師的講解 好那我們呢就先試一個 好比如說2x配11x 那-7配-3 好這次為什麼老師選-7跟-3 剛剛講過啦你看 -83x你就不會再選兩個正的了嘛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7跟-3 好試試看 十字交成這樣-6x-77x 這樣就剛好中了有沒有 -83就出來了 好所以我們就知道囉 這個式子可以寫成x5次方 乘上2x-7 再乘上11x-3 好按驗算喔 就是再把這個稍微再乘乘看 乘回去 看有沒有符合剛剛的白色的括號的式子 好寫到這邊 x5次方乘上2x-7 再乘上11x-3 好所以答案你就知道 再把這個 湊出來有沒有 x5次方看成x乘以x4次方 這樣就有答案了嘛對不對 剛剛到這裡你會想說沒有這個選項啊 但是拆開來之後你看 x4次方跟11x-3 這樣就是c選項有沒有 好提出第二個跟最後一個 好接著我們再來看一個挑戰題 他說呢把這個2次呢 英式分解成兩個一次的 那去求ABC分別是多少 那加起來的值是多少 同學一樣可以按個暫停試試看 那這一題是挑戰的原因是因為 -30 其實有很多種組合對不對 2乘以15啊 5乘以6 3乘以10 那還有正負的配對 好所以同學可以自己先試試看 好這種題目就是這樣 你要多試個幾次有經驗 才會像老師一樣 一次 兩次 就可以得到結果 好首先我們先試一下 前面的77x平方啊 老師就不會去試77跟1了 因為中間只有-13 你看題目 中間是不是-13x 好所以你弄77 就有點太大了 好所以我去試 7x跟11x 那-30的部分呢我們先看看 5乘-6好了 先試試看 好這個時候呢 來 是不是6乘上7 -42x 再來5乘上11是55 這樣是-13 對不對 不對啊 是13 你要小心這個正負喔 不要太興奮了 有沒有 數字對了 但是負號 負號沒有出現 好 那既然只差一個負號 也不要太氣餒 你看 我們只要倒過來 變成-5 跟6 就可以了 有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變成42 然後去減掉55 欸就是-13了 好所以我就知道 我們這個77x平方 減13x 減30 題目說分解成這個樣子 那其實就是我們分解的 7x減5 去乘上11x加6 對不對 那這邊特別注意 你看 對照一下 b 是不是就是11 c 是不是就是6 好 那前面的加a 好你要想說 a只是一個整數喔 所以也可以是一個負的數字 所以這邊同學一定要注意 你在這個式子裡面看到 7x減5對不對 所以a應該是負5才對 好所以這個時候 a加b加c 好我們剛好驗算了 OK再提醒大家一次 好 那這個時候呢 a加b加c 就是負5 加11 加6 好所以是12 所以答案選c 好 那以上就是十字教程的部分 希望大家有所收穫 謝謝大家